我现在家喻关火车站 已经是中午的12点了 还没有吃午饭 肚子都快咳扁了 准备在附近搜一家牛肉拉面馆 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机 这周围都是牛肉面拉面馆 就在火车站旁边 需要从圆形雕塑这边绕过去 真的雕塑特别的雄伟 这个视频带大家看一下 在家喻关火车站 吃一碗牛肉拉面 要花多少钱 在我的对面 这是出租车停站点 就是火车一到站 出租车都停在这个位置 可能现在没有火车 这条街是站前路 前面就是牛肉面拉面馆 从这过去 到了牛肉面 进去吃面 从这边点菜 这边有特色的钙胶面 还有普通的牛肉面是 9块钱一碗 我准备点一个9块的面 再加上这边的小菜 这个小菜 来 这个片给你 我吃一个细的吧 越细越好 好的 一会儿我的拉面 就从这里拉出来 味道好香 这边还有辣椒和蒜苗 这边是香菜 我的毛细面好了 看这汤特别满 这个辣椒自己加 这么大一盆辣椒 我就加一勺吧 正好放在中间 这就是我在家喻关火车站 吃的午饭 一碗拉面 两叠小菜 土豆丝 这是 这个豆腐丝 还有一个蛋 一共才13 准备开吃了 我加了一勺辣椒 这是毛细的 大家说这个 吃这个毛细面 一定要快啊 不然的话 就妥了 为什么说我喜欢吃这种细面 因为面拉的细 这个汤汁完全可以渗透到面里 再加上辣椒和醋 特别的香 这是土豆丝 土豆丝 接下来还有一个蛋 皮拔完了 正好把我的蛋 不是 我点的这个蛋呢 给吃掉 味道不错 尤其是细面 我觉得 家喻关火炙站的这个拉面啊 真的是超级便宜实贵啊 这也是我在目前各大火炙站 所吃到的最便宜实贵的拉面了 而且是正宗的 味道特别香 就是说这碗拉面啊 又是在拉萨新年地带啊 最低单单一碗面就要十把 而我整盘才花了这个十三 蛋面菜全部吃光 就差这碗汤了 按照惯例 这一大碗汤啊 自然也是一口气把它喝掉 这下满满一大碗汤全部喝光了 准备出发了 午饭吃完出来了 原来在家喻关火车站 吃一碗牛肉拉面的套餐 仅需要十三元 大家觉得怎么样 接下来呢 我准备坐车 前往下一座城市了